小巴小的 感谢主我们今年又进入到 大麻风的地方了 我记得好像 上一回我也大概分享 这附近的内容 我们来看今天 可以再学习到什么 我们先一起来祷告 阿爸父你是圣洁的神 祢要祢的子民 向祢 学习圣洁 学习分别 过去我们不知道 什么叫分别 今天透过阿爸父 你的话语 你帮助我们 在耶稣瓦里 我们借着耶稣瓦 我们靠着耶稣瓦 到你的宝座前 你来摸着我们的心 你来使我们的灵魂苏醒 你使我们渴慕像你 渴慕 真的是活出你的样式 荣耀你 我们把这个聚集的时间 仰望在主的手里 奉耶稣瓦 哈马续 好的名祷告 阿们 感谢主 我们今天只有两章 十二章 十三章 只有两章 虽然内容可能不是很多 但是有很重要的教导 然后也有一些 没有办法解释的 我们讲说是 是没有理由 没有解释 神说 就是这样子 事实上 从上一周的 陀拉的地方开始 大概从 李维基的十一章 开始神 一直在开始教导 百姓要分别 也就是圣洁 我们现在知道 圣洁就是分别出来 十一章到十五章里面 有很多的地方 那我想我们先来看 第十章的八到十一节 立威记的八到十一 今天有一些地方 我们需要翻圣经 所以大家把圣经 准备一下 有很多 因为我觉得 应该是蛮容易翻的 我没有把它打成图片 给大家看 所以我们一起来翻圣经 立威记的十章八到十一 耶和华小玉亚伦说 你和你儿子进会幕的时候 清酒龙酒都不可喝 免得你们死亡 这要做你们 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力 使你们可以将 圣的 俗的 洁净的 不洁净的 分别出来 又使你们可以将 耶和华借摩西小玉 以色列人的一切律例 教训他们 目的就是说 要教训百姓 什么是圣的 什么是俗的 什么是洁净的 什么是不洁净的 这是要分开来的 所以我们如果不知道 你没有办法分别的 是不是 你不知道什么叫洁净 你就不能判断 什么是洁净 什么是不洁净 什么是俗 什么是圣 所以第一个是要知道 什么是圣 什么是洁净 那在十一章到十五章里面 其实在我们生活里面的各个层面 神教导我们 告诉我们 什么会导致我们成为不洁净的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历位记十一到十五章 所以我们今天只有十二到十三 我先把它大概全部把它稍微整理了一下 十一到十五章里面 神教导我们 在生活里面 真的是十一柱形里面 你会有什么样的情况 你会变成不洁净 一个是接触到走兽 或者是飞鸟的死掉的尸体 死会让你变成不洁净 第二个 吃了与我们不洁的动物 这是在十一章里面 神又很仔细地教导我们 怎么去分别 这个动物是与你洁净 还是与你不洁净 这是食物或者不是食物 所以我们就不在这里争辩了 大家都回去看十一章 吃了与我们不洁的动物的话 你就会变成不洁净 然后今天我们会碰触到的是 富人生产分娩的时候 还有皮肤物件 衣服上面 房屋上面的大麻风的灾病 有些症状 你要去判断 这个是不是大麻风的灾病 如果是的话 那你就是成为不洁净 还有一个情形是 患漏症的 不管她是止住的 或者是还在没有止住的 患漏症的 或者是女性的 惊奇的期间 因为她身体上有血 一直在出去 这会成为你是在 那个期间里面 是成为不洁净 我们先把这些摆在心里面 知道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会变成不洁净 事实上这是无可避免的 是不是 好 我们先来看 十二章 其实它是有指定对象 是为了生育的富人 所以可能弟兄你读起来 会觉得 嗯 这是给生育的富人 没错 这个对象就是给生育的富人 生育的富人有两个状况 你不是生男 就是生女 不会有第三个状况 那我想我们还是 稍微要来明白一下内容 所以我很简洁的 我们一起来看这些内容 因为这是神的训会跟教导 我们还是要明白他的内容 尽管你可能现在 跟这件事情是没有关的 我们必须要明白 生男孩的情形 妥拉告诉我们 你会不洁净七天 就像女性姐妹 在旌旗里面的时候一样 七天你是不洁净 你所坐的地方 或者那些 如果你所坐的地方 人家再去坐 那个人也会不洁净 到有一个阶段 有一个时间 到晚上 然后洗衣服 那个人就洁净了 是碰到的人 然后到生育完第八天 妥拉说要给孩子行隔离 男孩子要行隔离 这是一个记号 是神要百姓做的事情 之后家居 你要在家里面 33天 因为你在残血的不洁中 你必须要在家里 这是男孩子的内容 那女孩子呢 如果这个妇女是生了女孩子 她必须要有两个七天 两个七天的不洁净 就像在旌旗里面 然后在家居 66天 也就是说 生男孩 你可能要满了40天 生女孩 你要满了80天 你才可以出门 在这期间呢 属于不洁净的期间 你不可以摸圣物 你不可以进入圣所 也就是说 你会被禁止 有行职的献祭 你不可以去圣所 你不可以出去摸到圣物 有点感觉 你好像被隔离于神之外 这是一个礼仪上的 礼节上的 在敬拜神的仪式上的不洁净 在这个期间 你是没有办法 去做献祭的动作 去圣殿敬拜 但是你的心里是自由的 你可以在心里敬拜神 不能 这不会被隔绝的 那如何得洁净呢 其实生产的情形 你只有等 你只有等到日子满足 一定有那个时候 日子满足 你才能够出去 这是神给我们的规定 所以等候 你再急也没有用的 等候 等候 那其实这跟我们华人 做月子的概念是不一样的 做月子可能只是 你养养身体 保重 因为你 其实生产是一件很大的事情 你怀孕九个月 第十个月 生产 那么辛苦的 把一个宝宝 在肚子里面 它其实会对母体 带来很多的影响 可能你以前的 那些喜好 胃口都不一样 你的作息也被改变 但是呢 当他完成了 这么大的一个工程 以后把宝宝生出来 让这个生命 到世界上来以后 他得到的 可能家人会 就是 谢谢你的辛苦 但是在神的眼里 目前这个妇女生产丸 它是一个不洁净的状态 这是跟神的互动之间 你不能去献祭 那日子满了以后呢 你还要做一个动作 就是要去献一岁的羊羔 为繁祭 繁祭是全烧的 这一岁的羊羔 全部烧掉 献给神 然后还有一支除鸽 或者是一支斑鸠 作为赎罪祭 生产是罪吗 你们都知道 生产是一个自然现象 没有生产 那是很糟糕 那女性的身体的运作 荷尔蒙什么的 这个都是 你没有也是很糟糕 是不是 但是必须有的事情 同时它会带来不洁净的状况 这我想 我没有办法解释 对不起 用我的智慧 我没有办法解释 这是Hukim 没有解释 但是神的话语 是这么告诉我们 赎罪祭有人这么说 或许 妇人在生产的时候 因为她 经过的人知道 症痛是很 很难以忍受 但是是可以忍受的 或许 她在痛当下 她口舌上面犯了罪 或者是 有什么得罪神的地方 所以在这里 或许是这个原因 或许 不是一定 因为经上不是这么写 你必须要献上 一支除歌 或者是一支班纠 为赎罪祭 好 我们都熟悉的 我们来看一下 路加福音的第二章 当耶稣出生的时候 路加福音二章 二十一到二十四 路加福音二章 二十一 当耶稣出生的时候 满了八天 然后父母就给他 就给孩子行割礼 给他起名叫耶稣 叫耶稣 这就是没有成他以前 天使所起的名 按摩西律法 托拉 满了捷径的日子 他们带着孩子 上耶路撒冷去 要把他献于主 因为投生的男婴 是归主 他们把耶稣带到圣殿 要去献给主 而且还要去献祭 二十三节 正如主的托拉 律法上所记 凡投生的男子 必称圣归主 又要照主的律法上 所说 托拉上所教导 或用一对扳鸠 或用两只除鸽献祭 为什么是两只扳鸠 或者是两只除鸽 因为今天在十二章里面 告诉我们 如果你力量不足 没有办法献一只羊羔的话 你可以两只扳鸠 一只当凡祭 一只当赎祭祭 或者是两只的除鸽 一只当凡祭 一直当赎祭祭 都可以代替 所以神真的是顾虑我们 如果你力量不够 你还是 你总是扳鸠跟除鸽 应该是附和得了 可以 好 那礼仪上 我们讲到礼仪上的不洁净 其实大概会发生在 当一个人接触到 死的领域 或者是接触到罪的领域的时候 生产接触到死吗 经常告诉我们 生命在哪里 血里有生命是 血里有生命 如果你失血过多 其实血在流出 就是生命的流失 会从你的身体 这个生命本质 像女性的身体的卵子 这个是生命的本质 如果她没有受精 它就会变成血 就排出去 你接触到死亡 因为它没有成为一个 结合的生命 或者是男性的 里面的精子 如果流出 这个也是生命的流失 生命的本质的流失 那这些 这是你接触到死亡的时候 并不是你看到一个人 没有气息了 当然这个就是死 不是只有这些而已 所以当我们看到 这些礼仪上的不洁净的时候 是发生在你接触到 碰触到死亡的领域 或者是与罪接触的时候 那个时候 你不可摸生物 你不可入圣所 你不可以 去神的面前献祭 那如果你不摸到 接触的方法 就是要等到晚上 那还要再洗你的身体 洗你的衣服 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得接触 好 十二章 我们大概读到的 学习到的 就是这一些 那进入十三章的时候呢 我们会看到大麻风 大麻风 大麻风其实这个名词 我们会听到 但是在陀拉里面讲的大麻风 已经跟我们现代 我们所认知的 或者很久以前 我们就听到的大麻风 其实是不一样的 也就是现在我们说的 汗生病 这是不一样的 其实圣经里面讲的 陀拉里的大麻风 是几乎在现在 应该是已经看不到的 一个灾病 因为我们读了十三章 我们看到这个灾病 除了在人的皮肤上 还会长在哪里 还会长在衣服上 衣物上 甚至在房屋上面 你也会看到大麻风 这样子的灾病 而且当这个灾病 发生的时候 你不是带到医生那里 去给医生看 你是要带到祭司那里 你要带到祭司那里 祭司会判断 他要观察 他要判断 然后他没有开药 他把你隔离 如果医生可能对症下药 开药 但是这不是真正的 百分百的肉体上的疾病 这是一个新的问题 这是一个灵的疾病 所以陀拉加到我们 你要带到祭司那里 让祭司来判断 而且有一个 很不可解的地方 我们来看 十三章的十二节 当十三节 立位记十三章的十二 大麻风若在皮上 室外发散 长满了患灾病人的皮 据祭司查看 从头到脚 无处不有 祭司就要查看 全身的肉若长满了 大麻风 就要定那患灾病的 为洁净 全身都变为白 他乃洁净了 这个是 很不可思议的 很难去理解 是不是 他长的时候 一个地方 出现了症状 带去给祭司看 然后祭司判断 但是这个人 如果他长满了 从头到脚 无处不有 所有的地方 都长满了 这个人 他就是 变成捷径 所以 其实这真的不是 肉体上的 一个问题 那要关锁 没有 妖物治疗的方法 没有 一个对策 神说 如果这个人被判断 施犯了大麻风 他一个方法就是 关锁他 隔离他 然后再观察 犹太人相信 他们的弹木德 也记载说 患这个灾病的原因 有几个 我想 多年来我们的学习 其实大家都听过 我再重提一次 谋杀 谋杀人的 他可能 就会有这样的 皮肤上的 线上出来 或者是房子 或者是衣服后 奸淫 骄傲 偷盗 吝啬 起甲式 邪恶的舌头 等等 这些都是 患大麻风的原因 所以我们更可以肯定 这个真的是新的问题 这个是灵的疾病 那我们在 经文里面 有几个地方 都提到 这是 突然出来的 一个大麻风 我想 来一起看一下的是 大家也收心 但是我们还是走一下 民宿记的十二章 一位姐的后面 民宿记十二章的 十节到十五节 我们看 米利安 前面就是因为摩西娶了 古时的女子 所以 米利安和亚伦就毁谤了 说难道耶和华 单于摩西说话 不也与我们说话吗 当耶和华神 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我们来看 第十节 云彩 从会幕上 挪开了 不料 米利安 长了大麻风 有雪 那样白 亚伦一看 米利安 长了大麻风 就对摩西说 我主啊 求你不要 因我们愚昧犯罪 便将这罪 加在我们身上 求你不要使他 向那出母腹 肉以半烂的死胎 这是突然发出来的 是神的击打 因为米利安 口舌上 得罪了神 我们看到他是 挑战神的权柄 神设立摩西 但是 或许米利安心里 有不舒服 不也与我们 说话吗 这个现象就是 有雪那么白 你的毛会变白 然后之后 其实有时候 有几个现象是 肉也会变红 灾病会 深入皮 里面 另外一个是 历代自下 历代自下的 26章 16到21 历代自下 26章 16到21 讲到乌西亚 乌西亚 既强盛 就心高气傲 以致形式斜辟 干犯耶和华 他的神 进耶和华的殿 要在香坛上烧香 祭司 亚撒利亚率领 耶和华勇敢的祭司 八十人跟随他进去 他们就阻挡 乌西亚王 对他说 乌西亚 给耶和华烧香 不是你的事 乃是亚伦子孙 承接圣职 祭司的事 你出圣殿吧 因为你犯了罪 你行这事 耶和华神 必不使你得荣耀 乌西亚就发怒 手拿香炉 要烧香 他向祭司发怒的时候 在耶和华殿中 香坛旁 众祭司面前 额上忽然发出大麻风 大祭司 亚撒利亚和众祭司观看 见他额上 发出大麻风 就催他出殿 他自己也急速出去 因为耶和华将宅与他 乌西亚王 长大麻风直到死日 因此住在别的宫里 与耶和华的殿隔绝 他儿子约探 管理家世 治理万民 在这一个乌西亚的例子上 我们看到是他也一样 献祭 不是王的工作 但是他要去 当祭司阻止他的时候 他还是 硬着要去 所以神马上 使他的额上 长了大麻风 这两个例子 我们都看到他是 挑战神的权柄 所以挑战神的权柄 挑战神是势力的 其实是很可畏的一件事情 我们也想起 扫罗 也是一样 撒母尔跟他的对号 不知道大家 应该是还记得 好 那还有一个就是 其实我们今天刚才 也为我们读到的 猎王记下 五章 二十到二十七 当 乃曼的大麻风 好了以后 他回去了 但是呢 以利沙的仆人 基哈西追了上去 我们来看二十节 五章二十到二十七 神人以利沙的仆人 基哈西心里说 我主人不愿从这亚兰人 乃曼手里 受他带来的礼物 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 启示 我必跑去 追上他 向他要歇 基哈西的心 起了贪婪 于是基哈西追赶乃曼 乃曼看见有人追赶 就急忙下车 迎着他 说都平安吗 说都平安 我主人 打发我来说 他说谎话 刚才有两个少年人 是先知门徒 从一把连山地来见我 请你赐他们 一他连的银子 两套衣裳 乃曼说 请收二他连的 再三的请收 便将二他连的银子 装在两个口袋里 又将两套衣服 交给两个仆人 他们就在基哈西前头 抬着走 到了山岗 基哈西从他们手中 接过来 放在屋里 打发他们回去 基哈西进去 站在他主人面前 以利沙问他说 基哈西 你从哪里来 回答说 仆人没有往哪里去 以利沙对他说 那人下车 转回引你的时候 我的心起没有去吗 这其实是寿银子 衣裳 买橄榄圆 葡萄园 牛羊 蒲杯的时候呢 因此 乃曼的大麻风 必沾染你 和你的后裔 直到永远 基哈西从 以利沙面前退出去 就长了大麻风 像雪那样白 好 这个是 看到基哈西的例子 长大麻风 这几处我们所读到的 都是一个 它的血 像它的皮肤 像雪那样子的白 我们稍微来看一下 检验的流程 或许我们在这个时候 在这个现代 我们不会遇上 我们也不是 像祭司这样子 会有遇到很多 你要去检验 但是我想我们还是来看一下 当你的皮肉上长了 截子显火斑 然后这些 成了大麻风的 灾病的时候 也就是刚刚提到 你的皮肤可能变白 然后肉可能白变成红 然后你的 有白色的毛 然后它会扩散 灾病深入皮里面 它说要关了七天再看 七天以后 灾病如果变暗了 没有扩散 表示它可能压下来的 洁净 就是洁净了 洗衣服 那如果是患了灾病 你当做什么呢 刚才我们也听到 为我们所读的 它必须要撕裂衣服 它需要蓬头散法 它需要蒙着上嘴唇 然后喊着不接近 不接近 你要自己去喊出来 告诉人家 我不接近 你们为什么 你们让开 不要碰到我 那前面其实 撕裂衣服跟蓬头散法 是跟你哀悼死人的 做法是一样的 当我们看到 亚伦的孩子 现了反火的时候 神吩咐他 今天你是供之 你不能在神面前 撕裂衣服 你不能在神面前 劈头散法 所以 劈头散法 跟撕裂衣服 这是一个哀悼死人 换了大马蜂 其实就好像一个 活死人在走路 你不能进入群体 你必须要被隔离出来 怎么样才能得解禁呢 事实上 我刚刚讲 没有咬 没有 身心上没有记载 只能关锁 只能隔离 然后再观察 或许这个人被隔离的时候 他可以去反思 他可以去重新地 在神面前 把他跟神的关系 再次地调整 隔离其实不见得是坏事情 如果你经历过隔离 我并不是说你大马蜂的隔离 就是说你 退到隐秘处 跟神 亲密的那种隔离 在十三章的四十七节开始 其实 我觉得蛮有趣的是 他记载这些 染了大马蜂灾病的衣服 羊毛 麻布 皮子 竟然这些东西 也有可能出现大马蜂的现象 你怎么做呢 一样的带去给祭司看 一样的 关锁七天 它是没有生命的 这个东西本身是没有生命 但是你要 关锁它七天 然后关锁以后会有两个情形 要么就是扩散了 要么就是没扩散 圣经里面写的蚕食 其实就是恶性的 如果它是恶性的 只有一条路 焚烧 如果它关锁了以后 没有扩散 你要把这个东西洗了一次 再关七天 然后还是有两个情形 洗了一次 再关七天以后 它有可能是扩散 它有可能是没有扩散 如果它是 发暗了 你就要把那个地方 发暗的地方 撕掉 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它是扩散了 你就 烧掉了 烧掉了 大家读这一章的时候 读这个部分 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感想 或许 我们现在的人 衣服多一点 你会不会觉得 还要关七天 丢了算了 会不会这么想 我不缺一件衣服 丢了算了 还要关七天 还要在观察 然后还要去给祭司看 还要等 我读这一段的时候 我觉得 好像 无论如何 就会把它救回来的感觉 不知道为什么 就有一个感觉 它虽然就是 一件没有生命的衣服 它就是一个物件而已 好像一直要给它机会 变洁净 连这个物件 都要给它机会 变成洁净 都要救回来 不是说 算了 我还有其他的衣服 我就把它丢了 我就把它烧了 而且刚刚讲的 那个地方 是撕掉那一个 撕掉那一个 换部 因为它已经变暗了 你就把那个 换过大麻风 但是它已经好了的地方 撕掉 如果它是整个 没有救了 整个大麻风 你就把它烧了 焚烧 哇 神对我们 有好细的指示 如果是我们 我们可以想想看 如果我一件衣服 是这个情况 如果我一个皮的 什么制品 是这个情况 我们怎么去看待它 回到立位记 的重点 立位记 我们一开始 我们讲的是 他呼叫 神从他的圣所呼叫 呼叫干什么 来靠近我 来靠近我 但是我是圣洁的 你必须要圣洁 你才可以靠近我 你必须要有一些 准备 你才能来靠近我 神要我们保持 洁净的状况 来亲近他 立位记的学习 其实就是要 帮助我们 可以靠近神 给我们方法 告诉我们 我怎么样 才能靠近神 怎么样去献祭 怎么样去靠近神 几年前 我们 其实牧师也教导过我们 我今天 因为我们又讲到这个 灾病 讲到大麻风 我们一起来看 以赛亚书的五十三章 五十三章的 第四节 以赛亚书五十三章 第四节 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 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祭 他必看见后裔 并且延长连日 耶和华所喜悦的事 必在他手中亨通 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 便心满意足 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 得称为义 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 其实最大的一个赎罪祭物 是耶稣 他为我们摆上的 然后我要回到第四节 我们以为他受责罚 被神击打苦待了 这一个被神击打苦待了 这一句话 其实他的原文跟灾病 在他身上的日子是一样的 灾病在他身上的日子 我们以为他受责罚 灾病在他的身上 在耶稣瓦的身上 有大麻风的灾病 他担当了我们的罪孽 他把所有的罪 把所有的误会 把所有的 通通扛在他的身上 然后担待了我们 所不能付上的代价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耶稣瓦他到底怎么做 不洁净 你没有办法靠近神 当我们开始学习陀拉的时候 我会对福音书很有兴趣 你要对照着读 陀拉是这么说 耶稣瓦怎么活给我们看 因为他是一个活着的陀拉 他在那个世代 他如何教导 他如何行 他如何活出来 但是有一个重点 我们不要忘记的是 神是喜悦我们靠近他的 神要我们靠近他的 无论如何 他希望我们靠近他的 神是不放弃的神 在我们进入福音书之前 我想我还有一个 民宿记的地方 跟大家提一下 我们来看 民宿记的九章 九章六跟七节 民宿记九章六节 有几个因 死尸而不洁净 不能在那日守逾月节 当日他们到摩西 亚罗里面前说 我们虽因死尸而不洁净 为何被阻止不得 同以色列人在所定的节期 献耶和华的贡物呢 所以我们看到 他们当中 在那个节期的时候 碰到死尸 他没有详细地写 或许是他家里的深处 或许是他家里的人 或者是他 周围 刚好有人倒在他旁边 不晓得 但是这些人 他们 真的是很想要 守神的节期 所以他就去问了摩西 然后第八节 摩西对他们说 你们暂且等候 我可以去听 耶和华指证 你们是怎样吩咐的 然后神告诉摩西说 尼小玉以色列人说 你们和你们后代 若有人因死尸而不洁净 或在远方行路 还要向耶和华 守玉月节 他们要在 二月十四日 黄昏的时候 守玉月节 就是在一个月以后 原本是在正月的十四日 他们要用 无效饼与苦菜 和玉月节的羊羔同吃 一点不可流到早晨 羊羔的骨头 一根也不可折断 他们要照 玉月节的一切 律力而守 三节 那捷径而不行路的人 若推辞不守 玉月节 那人要从民间 民中检除 因为他在锁定的日期 不限耶和华的贡物 应当担当他的罪 看起来这不是一件 很简单的小事 守神的节气是很重要 这些人他们很看重 我不小心 或者是我不得已碰到了死尸 我在一月十四没有办法 神吩咐 你还可以在二月的十四号 所以我们也将快要迎接了 余月节 大家真的是预备心 好好地来 纪念守神的节气 死是不是很可恶 你们觉得死不可恶吗 很可恶 在我的人生里面 没有一个阶段 比我现在觉得死是很可证的 很可恶的 因为我在半年里面 就送走了几个生命 罪的公价乃是死 这些都是因为 罪入了世界 但是很奇妙的 它虽然是让你不洁净 让你有一段时间 不能够去亲近靠近神 我在传道书读到这一章的时候 我们可以一起来思想 传道书的七章二节 传道书七章二节说 往朝上的家去 强如往厌乐的家去 因为死是众人的结局 活人也必将这事放在心上 神没有说 这是不洁的 你会不洁 所以你 绝对不可以 反而 当你面对一个是朝上的家 当你面对一个是厌乐的家 神说 你去朝上的家 强过你去一个厌乐的家 但是你知道 你有可能会变成不洁净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事实上 这真的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一件事情 当你今天搭车来的时候 你知道你旁边的人 什么状况吗 你不会知道 你知道你坐下去的那个位置 上一分钟是谁坐的吗 其实你不会知道的 我们靠着耶稣的宝血 接近我们 好 我们看耶稣 他怎么做 在福音书里面 我们读了很多 耶稣叫死人复活 十一章 他使拉撒路复活 拉撒路不是刚刚死而已 他死了四天 绝对是已经死掉的 在坟墓里面的 耶稣知道他去 他会不洁净吗 或许我们不知道 耶稣知道 所有的人 读妥拉的人 他知道 我去我会不洁净 还是你以为 耶稣他是神的儿子 他不会不洁净呢 他是百分之百的人 他一样的 一样的 他知道他去 他会不洁净 马可福音的六章 耶稣使管会堂的女儿复活 复活就是 他已经死了 他去了 人家还告诉管会堂 他说你女儿死了 不用劳驾夫子 拉比了 不用了 但是耶稣去了 让女儿起来了 《路加福音十一七章》 拿因城的寡妇 她只有一个独生儿子 死了 耶稣去了 耶稣不会说 我会不洁净 我不去 没有 他去了 在拿因城的寡妇的儿子那里 记载了 为什么他要 会使他 耶稣动了怜悯的心 我觉得在很多的地方都 你不难看到 耶稣的心 被碰触到 他动了慈心 他动了怜悯的心 胜过 他怕不怕被 变成不洁净 我想是他的慈心 他的怜悯 胜过了 他可能当下 他会不洁净到晚上 还有 耶稣一只大麻风 是不是 血肉的妇人 血肉的妇人 根本是从后面来摸他的 你要防 没有办法防了 那其实血肉的妇人 也知道 他进到群体当中 可能碰到他的人 但是他是求得一致心切 他就偷偷地来摸耶稣 我们来看一下 路加福音的五章 路加福音五章 十二到十四节 有一回 耶稣 也说在一个城里 有人满身长了大麻风 看见他 他就伏伏在地 求他说 主若肯 必能叫我洁净了 耶稣 也说要伸手摸他 说 我肯 你洁净了吧 大麻风立刻就离了他的身 也说要吩咐他 你切不可告诉人 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 又要为你得了洁净 照摩西所吩咐的献上礼物 对众人做证据 在这里有一个人他来了 路加福音写的是 他满身长了大麻风 但是呢 或许不像我们刚刚讲的 从头到脚 全部都长了 虽然他是已经满身了 还满不到那个程度 因为你如果真的是满了 你就是变成洁净了嘛 所以这个人 对 好苦恼 他还要求耶稣 来他的脚前伏在地 他相信耶稣可以 主若肯 大卫的子孙这里没有写 但犹太人来到耶稣网面前喊 大卫的子孙 其实他们在讲的是什么 米赛亚 其实就是承认他是米赛亚 大卫的子孙米赛亚 其实很多外邦的子孙 是不明白 当他们喊大卫的子孙 他们在喊什么 他们就是 意思就是 他是米赛亚 求他医治 耶稣网的爱跟怜悯 他甘心为我们成了不洁净 这是米赛亚来的工作 在先知预言书里面 有许多地方记载 到那日 他会使瘸子行走 他会使瞎眼看见 他会使龙子听见 这些都是米赛亚来的时候 会做的事 所以我们来看 路加福音的第七章 路加福音七章十八节 约翰 施洗约翰 他曾经拆他的门徒 去找耶稣网 因为他 约翰那个时候 已经被下在尖里 他听到了风声 有一个人 耶稣网 他为他施洗的 他开始做了这些事情 所以我们看 第七章 路加七章十八节 约翰的门徒 把这些事 都告诉约翰 就是 耶稣网所做的所有事情 他使人复活 他医治了很多 有灾病的人 所以他便叫了两个门徒来 打发他们到主那里去 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 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 那两个人来到耶稣那里 说施洗的约翰 打发我们来问你 那将要来的是你吗 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 他们在等一个人 全以色列在等一个人 等谁 等米赛亚 在等他们的米赛亚来 你就是吗 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 二十一节 但到那时候 耶稣治好了许多有疾病的 受灾患的 被恶鬼负责的 又开恩 叫好些侠子能看见 耶稣 耶稣网回答说 你们去把所看见 所听见的事告诉约翰 就是 虾子看见 瘸子行走 长大麻风的捷径 龙子看见 听见 死人复活 穷人有福音 传给他们 如果我们不明白 你会觉得 约翰的门徒跟耶稣的对话 这跟讲暗号 他也不说是 也不说不是 因为我们没有这个背景 这个像暗号四的对话 在告诉我们 他们都知道 当米赛亚来的时候 只有米赛亚 他能够做这些事情 耶稣要告诉他 把你们所看见的 我所做的这些事情 都告诉约翰 意思就是说 是的 你们所看见 做这些事的 这个人就是米赛亚 最后 我们来读一个经文 耶稣网所做的事情 我们都知道 那我们到底 要做什么呢 马太福音的十章 一到八节 这个我跳过去了 还有一个 对不起 我们到路加福音 这里我没有讲到 路加福音的十章 二十五到二十七 三十七 其实这都是 大家很熟悉的经文 路加的十章 二十五到三十七 好 这里 有一个律法师 起来试探耶稣 就是 陀拉 很熟悉的 陀拉师 起来 他要来试探耶稣 说 夫子 我该做什么 才可以承受永生 耶稣网对他说 陀拉上面写的是什么 你念的是怎样呢 他回答说 你要尽心 尽心 尽力 尽意 爱主你的神 又要爱灵舍 如同自己 耶稣网说 你回答的是 你这样行 就必得永生 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 就对耶稣网说 谁是我的灵舍呢 耶稣网回答说 有一个人 从耶路撒冷下 耶利哥去 落在强盗手中 他们剥去他的衣裳 把他打个半死 就丢他 就向他走了 偶然有一个祭司 从这条路下来 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 又有一个立位人 来到这地方 看见他也照样 从那边过去了 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 行路来到那里 看见他就动了磁心 上前用酒 用油和酒 倒在他的伤处 包裹好了 扶他 起上自己的身口 带到店里去 照应他 第二天拿出二钱 银子来 交给店主说 你且照应他 此外所费用的 我回来必还你 耶稣网给他 讲了一个故事 然后问他 你想 这三个人 哪一个是 落在强盗手中的灵舍呢 这个 陀拉师说 是怜悯他的 耶稣网说 你去 照样行吧 这段经文是我 学习陀拉以后 我才 明白 祭司为什么要绕过去 立位人为什么要绕过去 以前可能大家会觉得 好冷漠 好没有爱心 其实他们可能有服侍在身 万一这个被打了半死的人 当他过去的时候 他刚好死掉了 好 祭司你现在不洁净了 立位人 你现在你不洁净了 他们有足够的理由 可以绕过去 或许他们有 很合理的理由 万一他死了怎么办 但是耶稣网说 那一个撒玛利人 是 你应当照样去行的 怜悯的心 慈爱的心 其实是不能少的 或许大家今天听了以后 我希望大家没有更混乱 我们会面临很多的选择 很多的决策 在很多的事情上面 当你明白陀拉 但是你生活中 发生很多事情的时候 我也会想起 保罗会说 他为了他弟兄的缘故 就是自己被咒诅 与神隔绝 他都愿意 只要他的弟兄得救 这是保罗的想法 我并没有 说大家要模仿他 我也不是说 这个是对还是错 这是保罗他的心 摩西也说 求你 你就把我的名字 从侧上涂抹掉 这也是摩西的心 我们也不是在说 谁对谁错 或者说 我也不是鼓励大家 你就是要效法他 我想神的心 会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 当我们遇到 你需要做抉择的时候 好 最后一个 马太福音的十章 一到八节 我们 由我们所当做的事情 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 给他们全病 能赶足乌鬼 并医治各样的病症 这十二使徒的名 头一个叫西门 又叫 又称彼得 后面我挑过去 耶稣拆这十二个人去 吩咐他们说 外邦人的路 你们不要走 撒玛利亚人的城 你们不要紧 宁可往以色列家 迷失的羊那里去 随走随传说 天国尽了 然后呢 医治病人 叫死人复活 叫长大麻风的捷径 把鬼赶出去 你们白白地得来 也要白白地舍去 耶稣叫我们做的 都是有可能 叫你不捷径的 你要去医治病人 你就要叫死人复活 你要叫大麻风得捷径 你要把乌龟赶出去 你不可能明则保身 你不可能独善其身 但是你怎么去面对 这些事情 当以色列面对困难的时候 当他们的政府 做一些决策的时候 你觉得 不接近 或者是 这个时候 我可能 不能与他站立 其实有很多时候是 我们怎么去 回应神 每一个时候 我们都会在 被试验 从今天的妥拉里面 或许我 拉得比较远一点点 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里面 看看神对我们说什么 好 接下来的时间 我留给大家 一个回应神的时间 但愿神继续地对我们说话 因为他的妥拉 在今天 一样 是活的 是生命 一样 适用在 这个世代里面 愿神祝福每一位 最后 我还是请国相长老 再带我们 作为祷告 感谢主 我们的主耶稣啊 你就是活着的陀拉 你通过节奏 再一次 写明神 你是圣洁的 虽然 因为圣残也好 肉粽也好 或是麻风病也好 会 使人不洁净 但主啊 你告诉我们 怎么可以再次得洁净 你也 在地上的时候 让所有这些 有问题的人 来到你的面前 认为认识 你是耶稣啊 你就是那位 祝福主 你是大位的子孙 你是弥赛亚 这些病 这些问题 都解决了 没有一件事 你解决不了的 让我们的阳光 可以 不是盯着这个问题 不是盯着这个 好像 无路可走的困难 还是靠着你 遇见你的时候 这些可能 大的好像 山一样的问题 在你的手上 主啊 你说一句话 你动一个指头 我们这些 大的问题 好像就可以 应着我们的伤心 得到解决 很不可思议 但主 你就是这样奇妙 不可思议 你到今天 同样的 行其事 让我们对 我们的灵力的状况 警醒 明月 特别已经 今日牙鼻月 你提醒我们 要注意这个月份 也对我们 现在的状况 特别要敏感 要我们不要在口血上面 得罪你 得罪人 主啊 还不要 十天左右 我们要迎接 逾越节 一个星期 除交 不是单单赤上便 谨慎 乃是真的在我们 生命每一个环节 注意 主啊 我们要做一些 合你心意的事 只单单做 合你心意的事 我们不是因为惧怕 乃是因为 我们要 单单过一个 逃你喜悦 在你看来 合你心意的生活 就是一个陀拉 基于陀拉的一个生活 阿爸父 我们谢谢你 不断地 交关我们生命的话语 要我们不单单是为自己 现在看到你再来的日子 列国有很多的镜像 要我们警醒 祷告 不论如何 主 你的眼目 一直看顾 你应许的地方 要哪个地方 强强 都有 你的 Shalom 你的出人意外的 平安在当中 任何恶者的 计谋 以及他们 盘算 杀人 伤害的 方式 主啊 都给你 自自意义的 击破 保护 让众生徒 可以看见 永生的神 一直没有改变 永生的主 所令的约 祂犀利的 永远的祭司 耶稣啊 祂一直 祂所留的宝血 一直都有功效 到现在 我们可以继续 靠着你 来得着 从你而来的捷径 我们感谢 赞美主 把握这些时间 我们继续来 仰望 你要成就的事 在你再回来的日子 我们会看见 可能过去从来 没有看见过的事 主啊 我愿你来 我愿你来 感谢你 听我们的祷告 奉我们的主 耶稣啊 哈玛西亚的生命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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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